丹田内传的主要的问题是让你的丹田聚集 由丹田啊 比如说这个动作 你走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动作啊 外圈跟你的丹田啊 它应该有连结 已经连结在一起了 所以 所以我们这个宏镜啊 张开到最大的时候 是我们丹田这一股气啊 吹你的这个身形 所以它有这种张力 以气 以气运升啊 以气吹进啊 然后再把外圈的力量收回来 所以我们在丹田在运走的时候 那跟这个外圈啊 它都是有连结的 那你也可以说 有时候我们的力量啊 是由外圈来发 来带动我们的丹田 吹放出去 那有时候啊 有时候它是从丹田去吹放 所以我们在这个动作 你的外圈 你的丹田这个转折 这个核心的点在转折 它带动你全身啊 所以它就是一个核心的转动 所以我们才会 特别去强调丹田内转 像这个也是 如果你的丹田 如果你的丹田 就是说腰伸转 手在这样 腰伸转 手在这样 那就表示 你的 你的完整武器啊 它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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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结在一起 那所以我们在 应用在搭手上啊 它就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我一只手啊 我的这个手掌 要转动它 那我这样转动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的身体转动 但是没有办法传到这个手掌 那 我们啊 我们讲说什么叫做暗镜 暗镜就是说 你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我的手掌转动啊 我的 其实我已经连结好了 所以我的手掌转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手掌 手掌转动 带动我的 丹田 把我的劲啊 远远不断的 吹出来 所以你就不用用坑 用这种力量啊 你没有办法 传到这里 所以我们 我们如果用气来讲 就是气 运生 让我们的力量 慢慢慢慢 暗镜啊 内镜啊 慢慢慢慢 传达到这里 最后由这个小圈 跟我们的丹田 所以这个小圈 这个手掌 转动了 大概就 丹田 把我们的身体的力量完整的 放进去 那这个是我们在 我们在 用劲的练习应用上 你随便推嘛 好 好 来 这样推嘛 所以我这样 好 来 你再推 所以我 现在是这个形状 在 走动 好 好 来 你随便推 所以这个力量 是由 丹田 那这个接触点 那这个接触点 跟我的丹田 跟我的这个丹田这一口气 其实它是连在一起 所以你 打口 你随便 所以我的这个 这个圈的力量 代表丹田的这一口气啊 大声起来 大声起来 所以我把 我把 他来的力量 用我身体的核心 去化 掉 而不是 这样 那这样你就 可以看得出来 有 丹田内转 有丹田的力气 跟 没有丹田的力气 它的差别 最后如果你要用手 有时候我们身体的力量 结构的圈都已经转了 最后手放出去 好 那所以我们这个手法 来 练做 你要发现这个动作 它跟你的 身体 其实它就是 随便 随便说快一点 所以最后 它是由 这个 如果要出去 它就有 单眼去发动 而不是 是 所以从这个动作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的手 规手 身规身 脚规脚 所以最后出去 它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丹田这一口气 运动 那我们可以 慢慢的练 这种 身体里面 完整一气 丹田内转的转折 就是练这个跨 就是练这个跨 练这个跨镜 这样的时候 像你觉得我们这样 你有准备 我有准备 你在画 要找我的轴心 你在找我的轴心 我在这样 像这样 我的身体快紧了 所以我们下一个转折 下一个转折 就把这个力量化掉 所以你一个丹田内转 随便做 像我们这样 力量 力量 跟力量已经接触到了 一个力量的转折 他的力量 丹田一转 丹田一转 带动身体里面转折 这个力量 力量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 所以像我现在 我就是让他的力量 进来 所以我们不需要 手一直去推 拉 所以我们在讲 丹田内转 丹田内转 带动身体的完整仪器 像行器如酒取诸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 让我们的力量 很顺的 转折出去 让我们的力量 这样到了 就是送出去 那这个就是 放转折的力量 為什麼我們可以結鑽它的根呢 因為啊 比如說像這樣倒的時候 我們丹田 雖然我們丹田的力量 它 送到 傳到你的手 因為我的手 跟我的丹田 它是連結 比如說這樣 這樣的力量倒了以後 所以我的手 跟我的丹田沒有共襲 這樣一放 是身體的力量出去 不是 當然如果有的人的技巧比較好 那是可以這樣拿 因為這樣的技巧我比較 比較沒有辦法 那你會發現 如果我不用丹田 如果我這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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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就沒有辦法畫個筋 當然如果你技巧比較好 有可能 你就 你的筋就 畫出去 所以這個就是 你可以 它這個 我們丹田內爪 帶動身體裡面 形氣如酒取珠的轉折 你要發現喔 它的力量一直滿 我們一直轉折 到最緊的時候 把力量轉折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最緊 這樣就轉折出去了 你看 它最緊 就轉折出去了 所以這個力量就是 這個伸展轉折出去了 所以重點 所以重點 我們 你的身體 就是要 內外相 所以 丹田儀器這個合計 它才有辦法轉折出來 好